在中国,众所周知的禅宗慧能大师,他不认识字,一生也没有读过经,也没有听人讲过经,可是释出世间一切法,他都很内行,佛门向宗信宗也都通达。 譬如,他没有听过法华经,法达禅师在他面前念法华经给他听,念到第二品方便品,他就告诉法达禅师,不要再念了,法华经我明白了。 然后为法达禅师讲法华经,法达禅师因此开悟,这就证明,你要是见性,释出世间一切法无不通达。 佛法可贵之处,佛法真实之处,就在此地,佛并不是要传授我们之事,佛传给我们的是真实智慧,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明心见性,这才可贵。 南谋阿弥陀佛 南谋阿弥陀佛